這個呢,大家等等我,期待期待 我一定會拆的,一定會砌自己 這個呢,你不玩開Kobe人仔 或者堅持要玩大牌子 或者用開模式的 其實你也要參加一下 各位朋友好,身體健康 今天又是ToysTV玩具堂 深色評測的時間,又是我Brian和大家主持這個節目 很明顯,後面依然都不單是ToysTV Logo 還有一些... 二戰迷,軍事迷,或者職務迷 其中一個比較... 喜歡的題材 沒錯,這次呢,帶給大家很多很多 新的Kobe節目 為什麼呢? 我不會一次過介紹很多 但是我會一次過在這個畫面 展示了大部分的 將會介紹的新系列給大家看 因為這些都是剛剛香港到貨的 好,先不要說 其實Kobe最近推出了一個 非洲軍團DAK的系列 二戰德軍 先有至少三、四架 我沒有叫做四款的 Vehicle 首先介紹呢,在後面你會看到 這個就是二次大戰德軍DAK 即是非洲軍團裡面 所使用的Strong Panzer II 將會介紹一下 不會這次介紹 再說一大部分 另外就是... 又是這架 四架車賣 其中另外這架就是... 明顯就是Panzer II F 這架就是正常的坦克 即是炮塔可以轉的那架 又是非洲軍團 其實我想他們都做過一些資料搜集 比較多朋友喜歡玩沙式的二戰 或者是灰式 灰式代表傳統的德軍 沙式代表三可 我覺得這架完全配合 即是史實或是我們習慣看到的 灰式的謎底 其實已經不分享過了 有機會再跟我分享 為何是灰式 其實是原於一個錯誤 或者原於一個限制所產生的 好 還有的 有一個龍尾爾的專用車 那個呢 因為真的好像... 代理那邊沒有什麼人預訂 所以好像沒有回來 我要檢查一下 因為暫時我還沒找到 另外第三架了 嘩!這架是最受歡迎的 三號突擊炮D 三惡款 其實是COBE第一次推出三號突擊炮 所以中二二戰德軍 砌積木的朋友 這架其實是跑不掉的 斷猜它會再出其他一式 但款式 小版本的分款 其實可能就不同了 所以應該有一點不同的 所以如果喜歡 忍不住 等不到 等不到 不知道什麼時候出的 你喜歡的色 灰色 或者是迷彩色 可能這架呢 就一定是紫薯喝 兼赤也是值得收藏 因為 三號突擊炮呢 沒有記錯 肯定是第一次出的 所以呢 這架應該是 據聞可能 批法 可能已經斷貨了 所以如果想買 就快點去零售箱 看看有沒有 沒錯 都是DAK的 這架 D型 3D型 3D型 應該是短身一點的 這個呢 大家 等等我 期待期待 我一定會拆 一定會砌自己 砌自己 OK 講完一大堆 三架比較熱門的 款式呢 大車呢 講小的 還有這個 這架 德軍的 電單車家 又是經典款式 看過制服就知道 其實都是沙色 所以整個都是MASH ONE DAK 系列所出的 這架也是 世價 便宜 不會太貴 又可以有那種感覺 對 又是非洲溫泉的肺 所以呢 又值得留意一下 那 又這架呢 德觀奧PAK36 當然這個是正常 正常 就是歐洲模式 灰色底 綠色品裝 是不是沒有沙色 不知道 還未見到 不過這架是傳統的 如果是砌陣地 玩情景 那些 必須有 好 接著呢 還有 PAK40 P40 這架 更有名 或者更常用 這架是深灰色 不知為何 不知為何 這架是淺灰色 我就不太明白 為何它這樣 拘別呢 不知道有沒有朋友知道呢 好 嘩 兩枝德君牌 這次真的有很多德君 還有 哇 DAK的德君 其實呢 他人仔出了一段時間 早期呢 其實大家會有些 忍著忍著忍著 因為覺得 跟傳統我們玩慣的 LEGO MINIFIC 其實形態一定不同 因為他是 柳斗型 或者狐腦型 就是像是人 還有一個 鼻樑膏 所以呢 可能見不習慣的 覺得不同 傳統那隻 那種 毛毛口拔面 圓滑滑 四四方方 大家玩慣 喜歡的 這有些不同 但當你看到 仔細去看 或者我們這次介紹 其實你有他的玩法 和優點 你慢慢會知道 當然我不是要毒害你去買 我自己肯定買 為什麼呢 這套除了是沙漠 非洲軍情之餘 看到嗎 有太陽超 這個印上去 有一個是戴上去的 真的立體的太陽超 好 這些都好像Kobe第一次推出的MG 整個衣服軍團 其實連這三個制服顏色 都有輕微的差異 有什麼差異呢 詳細看節目 就知道了 另外繼續說德軍 這個呢 你不玩開Kobe人仔 或者堅持要玩大牌子 或者用開模式的 其實你也要參考一下 散兵頭盔 很多朋友師兄 找到很辛苦的散兵頭盔 以我所知 因為其實 不要說Legos沒有出過 類似的形狀都不太接近 或者很碰 坊間小公司做的 各有所長 所以未必是很滿意 但這個是靜靜色色的ABS 挺接近Minnifig的玩法 就是那種ABS感 那種硬膠 或者少少Glossy的感覺 就在那裡了 當然有些朋友會玩PVC 那間公司是UniBrick 其實是笑大搞的 我用PVC帽來的 其實有幾款帽子 有幾款帽子 但是有一個布帽的感覺 但是有些人喜歡玩Glossy的感覺 所以很看你的喜歡 但其實帶出來拍照 其實都是這麼漂亮的 各個都漂亮 這個Glossy的德軍三兵帽 我會第一次出 而且一次過一盒裡面有 正常的傳統棍綠色 以及三個木色的 所以其實只有這兩隊帽子 都值回票價 對不對 有三個人仔 再加上這個雪地的德軍 更加過癮 那這個雪地的德軍 那個眼鏡呢 大家留意一下 又是立體的 戴上去的 不是印上去的 咦?這裡是印上去的 那待會大家 不如詳細留意一下影片 究竟是戴上去 還是印上去 OK? 所以呢 這個也是很棒 這個叫Initrobes 就是特種部隊 精英部隊 這個名字 他們自己改的 我覺得沒有分別 這個AfricaCrops 這個就是非洲軍情 那專門沒有避開的名字 當然SS他們應該不會用的 但我明白 玩開這些 好 最後最後 再說兩個盟軍的東西 不斷喝這個 兩個盟軍的 冰冰 繼續 那代理還是不回很多款 因為有些款 例如波蘭兵種 或者一些再偏一些 可能 香港沒有人有興趣 所以都是不見有的 反而都是值錢 那這個呢 就是美軍散兵 我覺得如果存在的話 其實你玩 美軍散兵也是少的 那這個當然 你喜歡Kobe 你不喜歡 就不要玩 但是看開玩開 其實他的玩法 是複雜一些 而且都是玩一些的 那自己去 上網 繼續留意我的影片 或者親身去店鋪 看看實物 那 我覺得看完你 多數都會中招的 那最好不要去 散兵 好 那當然 洪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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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即是蘇軍 蘇軍的冬天裝 那 都是那些樣子 玩開 你喜歡就不喜歡 蘇軍 是沒有德軍的型 但是你如果要配的 這個 就是看你怎樣玩 有些人 只是存在德軍 什麼都不用考慮 有些人會兩邊存在 有些人會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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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看你口味 就知道香港的玩家 口味 一向都是傾向於 大陸的 好少都很刁鑽 我可能是孤立寡民 但是理解 都是多數德軍 德軍 不是多 重型坦坦 不是多 大大傑 那些 但我覺得這套兵仔 之前 之前 代理都沒有進 但是玩一下玩一下 現在覺得 OK 而且聽聞銷路也不錯 我講世界性 所以 這幾套東西 先拿了 拿了 這幾套東西 現在有得買的 遲些不知道有沒有 因為 翻得不是很多 今天 喜歡介紹冰仔 和小小的東西 大家那些 等一下 因為要組裝 好 各位老友觀眾 如果喜歡我們 TWISE TV 或者我自己 的影片 麻煩 不要節省 幫我 訂閱了我們的頻道 TWISE TV的頻道 按一下小鈴鐺 另外 我們Facebook TWISE TV 我自己也有的 我的Facebook 就不會很多人like 麻煩支持一下 讓我們多一點 信心 和多一點的心機 去做好自己的 相關的影片 所以 一個like 不要亂食 很重要 非常重要 多謝大家 拜拜